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要离婚 离婚可以 但是话要说清楚 不是你要离婚 而是我儿子要跟你离婚 这个离婚补偿费是怎么回事 既然要离婚 那就要把账算清楚 鸾羽跟你结婚不到一个月 但实际上你一毕业 他就一直养着你 这些是单据 时间 地点 金额 以及消费原有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太琐碎的 我也懒得计较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律师 你好 我是阳光律师事务所的 金牌律师何明 我想提醒一下谷女士 法律只相信证据 没有证据 很难断定到底是我方当事人 主动送给你的 还是你利用他对你的感情 进行引诱 并威胁得到的 由于设计金额巨大 我们有理由怀疑 你利用情感引诱 实施情感诈骗 诈骗 你把他送我离婚说成诈骗 那他出轨算什么 是不是站在你的角度 可以说是一时冲动 岂有可原 阳宇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很喜欢通过给别人花钱 来寻找优越感 他给谷乔买礼物 从来没有考虑过 谷乔是否真心喜欢 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我感动中 二位 我们今天要商量的是 你们二人的夫妻财产分配问题 我们原归正传 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是二十万 离婚平分的十万已经扣除 你余下花费的其他费用 这是鸾女士名下的财产 鸾女士有理由让你全额退还 我今天来 是跟鸾羽离婚 不是跟他妈 让他过来见我 不好意思 我受我的当事人鸾羽先生的委托 全程负责 你们二人的离婚诉讼案 现在 我正式代表我的当事人 向你提出诉讼 要求你三日之内还款 否则 我们将诉诸于法律 对不起啊 来晚了 刚刚路上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郭老师 您来得刚刚好 辛苦您了 请坐 郭老师 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您的扑法抢座 没想到还真的能见到本人 您请坐 您好 您好 您好